風很快 雨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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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東日本及北 日本一帶13號白天 持續受封面及濕暖空氣 影響東京千葉仙台等地 輕盆大雨下個不停 巴陸也被淹成一片汪洋 千葉仙的街頭強風加上大雨 讓路上行人各個寸步難行 只能緊抓著手中雨傘緩步前進 但風雨除了妨礙民眾移動 就連公車等大眾欲說 也因此班次大亂 讓許多乘客只能在公車站前哭等 警察單位分析這波降雨 到13號傍晚後才會逐漸平息 但到14號中午為止 關東甲信等地的24小時 累積雨量最多恐達到130毫米上下 各地民眾主要留意風雨或打雷 對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影響 石川縣的能登半島震災災區 也要留意大量降雨 可能造成的土石滑動等狀況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